《风神演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 血亲论血缘宗族关系 比干 他跟商骤王地心同祖同宗 都是子姓 被封在一个叫比的地方 所以叫做比干 比干是骤王的叔叔 也就是骤王地心父亲地义的弟弟 比干和骤王 可以宗到地义的父亲文丁 文丁是比干和地义的父亲 骤王的爷爷 他们俩是怎么个关系 不出五湖啊 很亲近的血缘关系 这在当时的宗族社会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 商荣能混到宰相位置 在当时来说 必须要有硬背景 而且基本是世袭 或是轮流坐庄的家族 从他的姓名来看 商荣很可能 是因商王族子姓的远古分支 属于骤王的远亲重要之系 文仲和黄飞虎 都是骤王族系的外围族群领袖 不过呢 文仲是骤王的亚夫 相当于今天的干爹 这么个称呼 黄飞虎虽然是外园 但是呢 又是太子时期 骤王的半读 同时又都拜文仲为师父 所以他俩大致属于 拜把兄弟的关系 而且后来 骤王娶了黄飞虎的妹妹 为贵妃 就又算是外妻了 从他们四位 与骤王的血缘亲书 关系上看 台位就是 一 李干 二 文仲 三 黄飞虎 四 商荣 第二 能力 论各自的能力值 文仲文太师 文武兼备 文武都是当朝一流 太师这个词 是和少师相对的 在商周时期 太师就是文武双植物 少师则主礼约教化 文太师文仲 是通天教主 所属结教三代弟子 他是结教庇佑公 金灵圣母的大弟子 武力法术 直接来自金灵圣母亲授 有一说是 文仲实际 是通天教主的挂名弟子 只是由金灵圣母来帮助教导 所以他又可能 是通天教主手下的 直系二代弟子 文仲麾下坐骑墨基林 手持雌雄交龙鞭 统领殷商大军屏东仪 征北海 回朝又组织朝物 是商周王朝的定海神针 真可谓是文族以安邦 武族以定国的文武全才 文仲死对头就是江子牙 单论法术 江子牙比文仲要差远了 江子牙胜在打身边啊 法器厉害 没办法的事情 结教武力值普遍胜过产教 我们是很清楚的 结教不遗余力地来帮助殷商 很大程度上 看的是文仲的面子啊 所谓文仲 人格魅力无敌 能够拉拢到这么多高人 又能驾驭千军万马 文武群臣 能力不用说超高 如果不作弊的话 产教怎么能够 打得过兼容并须的结教呢 黄飞虎是个武将 肉身凡胎 但是武力值也相当厉害 黄飞虎作为朝歌城的进军统领 因商欺世守官武将后裔 文仲弟子 必须厉害 我们都知道 咒王也是武力值报表的神力之人 力格猛兽 至少物力攻击力 是相当强悍的 黄飞虎在朝歌城门下 能够打伤咒王 说明物力攻击 最少也跟咒王是一个水平的 笔竿和商荣 雅人都是文臣 没有法术 笔竿是死见的忠臣 毕竟血浓于水 属于咒王的忠实拥护者 商荣这个人 大道理都是对的 实际起到了很多掣肘作用 他们俩实际不是反商 而是希望 借助外部积周的力量 来干预朝政 纠正咒王的错误 完全没有江子雅所说的 推翻商咒王的意思 商荣叫笔竿要差一点 所以 四位的能力值排位 应该就是 一 文重 二 黄飞虎 三 笔竿 四 商荣 第三 官位 论四位的朝堂排序 风神演义中 商荣是殷商的宰相不假 而历史商荣则是少师身份 实际主管 李月教华这部分 小说中也提及 咒王去女娲攻拜 寄女娲娘娘 正是商荣提出来的建议 可见 这种礼仪性的大典活动 就是商荣 作为宰相的主要职责 他的权限是比较有限的 并不如后世的宰相那样 大权在握 甚至可以左右君王 文重是殷商三代元老 托姑大臣 辅佐咒王登基上位的唯一人选 又是亚夫 干爹 又是师父 所以 文重被任命为太师 太师在商朝是文武双职 统领异国军队 协助商王处理政务 这个角色定位 正如江子牙对于周武王 周公诞对于周成王的意义 所以 商荣实际上是比不了的 文重感直接当面打宁臣费重等 咒王都怕他三分啊 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 那个下场 你懂的 这跟爹教训儿子 有什么区别 比干是副宰相 这实际是个荣誉职位 又兼有殷商贵族族裔宗人府 大管家的意思在里面 可以在咒王授权下 处理子姓殷商贵族 家族内部的事情 后面这个才是实权 副宰相 也有代表殷商族勋贵监督宰相 制衡权力的意思 黄飞虎作为咒王拜把兄弟 咒王的小舅子 被奉为镇国武城王 就是殷商都城 昭歌的殿前禁卫军总指挥使 相当于赵匡印 在周世宗柴戎那里的职务 这个权力也是很大的 咒王可能更看重黄飞虎的家族势力 按实际的官职实权分量来划分的话 就应该是 一 文仲文太师 二 黄飞虎 三 笔杆 四 商荣 第四 神位 论各自的封神榜单实力 江子牙封神成功 大功告成 我们从封神榜单 也可以侧面看一下 四位各自的实力 笔杆 文曲星 主管的就是后来孔子负责的这一块 人间的教育教化 商荣 玉堂星 类似于管理职业划分的岗位 从笔杆那里毕业了 来到他这里来安排工作 这也算是对商荣的一种补偿吧 黄飞虎 冬月大帝 冬月泰山天人圣大帝 五月之首 主管人间吉凶 十八层地狱 大帝 这个待遇相当犀利了 文仲 雷布正神 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下属二十四位大神 天尊 这在道教文化里的意义 就不必多讲了 非常牛 九天应援 听起来熟啊 西游记 施陀岭那个老师王 就是这么个称呼 手下妖王无数 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都在人间建立了 国家模式的组织 可见一般 一个雷神 能有多牛 你来看看他主管的 是什么内容 主天之灾服 持物之权衡 掌物掌人 私生私死 在那个时候 雷火这样的正神 其实是犀利无比的 怎么说 大致就如同 炎黄部落联盟时期的南部仲梨 祝荣一样 是非常重要的大方伯 是为皇帝的四大俯臣之一 黄飞虎主管人间祸福 死间地狱 可是文仲主管的是天上的祸福 生死 这就更牛了吧 所以按江子牙封神榜单 排名就是 一 文仲 二 黄飞虎 三 笔干 商荣大致其名 以上从亲书 能力 实权 神位四方面 对商荣 笔干 文仲和黄飞虎 在封神演义中 做了大致的定义 排位 总的来说 不管怎么排 文仲和黄飞虎的实力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必须靠前